爱护台湾生态与环境教育的朋友大家好 新经是佛教中最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一 般若波罗蜜多新经 它被视为大乘佛教的智慧精髓 虽然新经仅有260字左右 但其内涵深远,涵盖了佛教空性的核心观念 新经主要意涵 般若波罗蜜多 新经的全称是般若波罗蜜多新经 般若指的是超越世俗的智慧,能洞见事物的本质 波罗蜜多意思是到达彼岸 象征住从无明和苦恼中解脱,达到涅槃的境界 因此,般若波罗蜜多可以理解为空向觉悟和解脱的智慧 空性 新经最核心的概念是空性空 在佛教中并不是指虚无 而是说明一切事物都没有固定不变的尸体 这里的空是指一切现象皆为因缘合合而成 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性,这就是诸法空向 新经中说色不易空,空不易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这句话揭示了物质世界、色与空性之间的关系 色与空并不是彼此分离的两种存在 而是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 这表明现象世界与其本质空性并不差异 五蜜皆空 经文中的照见五蜜皆空 五蜜指的是构成个体存在的五种要素 色、物质、受、感受、想、思想、行行为、意志、事、意识 皆空即是说这些要素本身也是无常且无自性的 从而无法作为真实的自我存在的基础 度一切苦恶 新经教导修行者透过关照五蜜皆空 从而达到解脱烦恼与痛苦的目标 这意味着当一个人认识到一切皆空 并不再执着于自我和外在事物时 他就能超越所有的苦恶 进入平和安宁的境界 无所得故 在经文的后半段无知义无地指的是 在达到最高智慧的境界时 连智慧和所得本身也都是空的 没有一个固定的得住可供执着 这进一步强调了无我与无所得的观念 修行的终极目标是完全超越对于自我 智慧以及解脱的执着 真言的意义 经文结尾处的接地接地波罗接地 波罗森接地 胡提萨佛赫 这是心经的咒语部分 意为去吧 去吧 到彼岸去吧 到彼岸究竟去吧 胡提 愿成就 这咒语象征住修行者从此按 胡闹 无名到达彼岸 解脱 智慧的过程 最终成就觉悟 心经通过揭示空性这一关键概念 帮助修行者理解并实践无我 无执着的智慧 从而达到解脱的境界 他提醒我们 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无常且无自信的 放下对我和对事物的执着 是通向真正平和和自由的道路 有些是现在不做 以后也不会做的 2024年8月14日 布莱克卢木州生态研究中心记录